那麼今天呢是豬府的大喜之日 我們豬爸爸呢又準備了一段支持 要來為我們現場嘉賓支持 現在呢請掌聲歡迎豬爸爸 謝謝 各位現場的貴賓 親朋好友 還有長官 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女荒效力的父親 我叫朱嘉義 非常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 播放參加這對新人的訂婚典禮 相信有你們的見證與祝福 這對新人一定是婚姻美滿幸福 白頭偕老 而參加與會的你們 也能分享他們的喜悅 合家平安 幸福滿滿 在此本人 即代表雙方的家長 謝謝大家的利益 今天我的父母親 諾然間聖這對新人的訂婚典禮 相信跟我有同樣的心情 因為無家由你出場成 看到座父親的我已完成階段性的任務 相信二老在天之禮也能為我感到高興 幸運 一起由衷祝福這對新人 高興他們能夠完成終身大事走向紅毯 平時我參加人家的喜慶宴會 看著主婚人上台致死 心裡總有說不出的 滋味 應該是酸酸的不是滋味吧 好不同意 今天終於輪到我站在這個台上 此刻的心裡 卻有說不出的感覺 是一絲溫暖 外帶淡淡的離愁 因為我們不捨 我們要慢慢習慣 沒有你一起共同生活的歷史 從效力他懂事以來 就無需我們家長為他操心 打理他的自常生活 反而出出讓他會心 來照顧這個家庭 打理一切所事 任老任怨的付出 就他照顧阿公的生活起居 就可見一斑 教護在世的時候身體瘦弱 手入中心不穩 對 對 對不起 掌聲 謝謝 他生怕阿公一個人在家 會發生意外 幾乎都由他細心來照顧 他的飲食起居 他告訴阿公 不要起床 不可隨意走動等他回來 他會帶吃的 因此每天就利用無休的時間 衝衝趕回家 對 對不起 跟阿公共享一個便當 或一晚宴 再衝衝忙忙趕回去上班 阿公呢也會耐心的等候他回家 阿公出面的時候 又有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除了他 誰偷問 安撫他的情緒 這處處顯示 打倒人家 你把他當成生活的一部分 的信任他 無法缺少他的招呼 他也默默習慣這樣的生活模式 有以上的事實 老爸謝謝你為我 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謝謝你 認識楷明擁有一個好的歸宿 今天很幸運 認識楷明擁有一個很好的歸宿 老爸代表全家 來祝福你們 白頭偕老 重要的是要早上櫃子 記得住家大門隨時為你敞開 記得要隨時回家來看你 在這裡 謝謝與會的親朋好友 能夠聆聽一個為人父親的心聲 謝謝你們 我順便介紹一下 今天參加與會的我的家人 有我的母舅 還有我的舅母 還有遠從大陸回來我的弟弟 我的弟弟他們 席家帶眷 不值 勞苦 然後 千里迢迢的這樣趕回來 還有一些高雄的阿姨 還有一些高雄的阿姨 謝謝你們 還有另外再謝謝 今天參加 幫忙配合這個分離 這些工作人員 也是我的家人朋友 小弟的同學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 感動的支持 現在呢 我們要邀請各位嘉賓 掰掰 帶此後 我們要祝福這段新人 仇慈展開人生中最美麗的樂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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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